沿着十几天陈小满和李初源走了附近几个县城 看到的全是一群为了凑够赋税的壮劳力们 坐在路边等着大户来找短工 此时的陈小满越发能理解李初源说的大树的跟真的烂了 哎呦 两位大爷这么发这么搭的货 是你一碗面是跟你面的 他还敢找我要面签 你说他该不该打 该打 那知道或计年纪笑不动思 您多胆带 别跟他们多话 摘了他们店 掌柜的急得连连恳求最终拿出二两银子 两个达子才肯罢休 达子简直横行霸道 太欺负人了 这种事还见得少了吗 他们在县城看到什么就拿什么 哪个店家敢多言语 前几天有个达子在路上看中了一名女子 将其侮辱了 女子兄长把达子打了一顿 却被牙末抓起来了 我闹啊 咱们堂堂打过 就被蛮子肆意侮辱 陈小满听着他们的交谈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官府到底怎么判的 为何不将闹事的达子抓起来 反倒抓女子家人 没办法 谁让咱大跃打不过达子 咱们一动手就是挑事 官府偷一个抓咱们 官府不干热达子 智能奇亚诺们 今日还好自化了二两银子 就将他们大法做了 陈小满内心却很愤懑 这样的官府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定远将军那个闹肿 见到达子就逃 当然打不过 我们还有李楚元将军 只要朝廷肯重用他 达子必定被他赶出去 李楚元将军能打败罗自重 肯定也能打败达子 只怕朝廷不敢用他呀 简称挡斗 若燕将军还在 达子何止于如此嚣张 他们已经在讨论你了 只要你开口追随的人必定很多 为什么你还不站出来 还不是时候 咱还得给他们来个苦肉计 让他们对官府彻底失望 你想怎么做 我要把刚才那两个达子干掉 你是想让我被官府抓起来 利用我的声望引起民愤 当然是我来承担 你还要在家帮我办一些事 可是我被抓下过会更好 为了能增加胜率 我吃些苦头也没事的 我先去把他们解决了 我还想被抓钱回去见见店娘 什么 李楚元竟然敢把达子干掉了 他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 大人 他肯定是故意给您惹麻烦 葛县令着急啊 如今的达子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不然上头怪罪下来 他吃不了兜着走 这回麻烦大了 若不给个说法 达子肯定会把本官拉下吗 大人 宁将李楚元抓起来 再判个詹理卷 这事也就结绝了 你出门不带脑子吗 李楚元打败罗自重 在江南郡及有名望 在淮安县更是比我这个县令还受人爱戴 我若是抓了他再引起暴乱 那后果不堪设想 大人 咱们抓不了李楚元 那就把微观的全部抓了 看一个人不能聘使 就看两个 也只能这么办了 我得罪不起李楚元还拿捏不了老百姓吗 当李楚元得到消息后也傻眼了 事情根本没按照他的计划推进 反倒是县衙的操作让百姓们自己先反了 这么说你们早就计划好想造反了 官兵民反 民不得不反 得到证实的老李头和周大鸭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实在没料到儿子竟然如此大胆 爹 楚元哥哥他想当皇帝 皇帝 你们还真敢想 老头子 当年那位算命先生算出来咱楚元将来富贵至极 富贵至极的不就是皇帝老子吗 周大鸭整个人都兴奋起来 他儿子想当皇帝呀多有出息 老李头浑身一个哆嗦 不敢置信地看着周大鸭 你看我做啥 我儿子要是当了皇帝 我就是皇帝的娘 娘 我现在的一个小县城还没打下 你们就做美梦了 你儿子这是要造反呀 你还准备跟他们胡闹 就是不反咱也没出路 那么多人的赋税你能交得起吗 还不如批一把钥匙真成了 老百姓也跟着有出路了 那朝廷会派人来攻打我们呀 要是失败了可是要诸九族的 咱楚元连叛军都收拾了 还怕那些官兵不成 你就等着做皇帝老子吧 李楚元怕再说下去 他都该登基了赶忙扯开话题 趁着我还没正式反 让大哥二哥他们都回来吧 那他们的生意怎么办 咱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 是时候用上了 家里的事就交给我们 你们俩可一定要好好干 咱们要么全家没命 要么全家发达 你俩聊吧 老头子咱去通知村里人 罗兹仲我已经偷偷把他放走了 身边还安排了一个卧底 下一步该怎么走 如果让朝廷知道罗兹仲没被斩 肯定会找我的麻烦 接下来我就要装病了 只要罗兹仲不被朝廷消灭 我们就跟着他后面慢慢消耗他们 你的兵书还真没白看 怎样的那些农民兵 也该让他们出来活动活动了 当宫里的皇帝听说罗兹仲还活着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难怪江南郡又乱了 原来李楚元没有斩了罗兹仲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皇上虽然江南郡又乱了 可李楚元好像慎重剧毒 随时都要没命了 皇上还有个坏消息 清国派使臣过来 要求将他们在江南郡的金国人 全部救出来 皇帝根本不敢拒绝 一旦拒绝金国 必定举兵攻打他大岳 到时候他的江山就不稳固了 救 必须救 可是我们拿什么救 如今李楚元用不上 谁能打得过罗兹仲 皇上 定远将军打不过罗兹仲 那是将士人少了 只要给足够多的兵马 就算一人一拳也能踏平江南郡 那朕就给他二十万人 拿不下江南郡就别回京城 年轻松 寺 9 2